这个生态器扮演的角色包含物质的循环还有能量的流转 我们今天介绍什么叫能量的流转 你看这两个东西的变动我们都用动词不同 元素物质用的是循环 但能量我们讲的是流动或是流转 因为能量是不能循环的 为什么呢 我们生命世界的能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太阳浮色能 太阳浮色能给地球生物生命的世界有了最早的能量 那看到这个太阳浮色能 也许各位会思考 不对啊 刚刚不是说致影者有光合致影 对有光能 但不是有化学致影吗 有些生物的能量来源来自于化学反应 而不是来自于光能 为什么我这边还是写 我们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浮色能呢 这比较复杂了 这建议各位可以问地科老师 请问地球是怎么诞生的 地球诞生跟太阳的能量有没有关系 有啊 没有太阳的能量 这些物质怎么会形成 这些物质的形成也跟太阳有关 所以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物质 它经由氧化可以放出反应 放出能量来没有错 但这物质怎么来的 最终还是来自于太阳 所以才会说太阳浮色能 是我们地球上能量的最终来源 不论是化学能 还是直接来的光能 而能量的传递是单向开放式 你看这能量会不断的一边转换 一边转变成热能散失掉 热能 所以能量在转变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有热能产生出来 而热能是一群很特殊的能量 它的乱度极大 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系统都不能使用热能 热能就是一群不能被使用的能量 可是我们又知道 总能量是稳定的 叫做能量守恒 既然总能量不变 那可用的能量就会越越少了 因为不可用的能量不断的散失掉 所以可用的能量会逐渐的衰减 因为不可用的能量会越越多 不可用的能量就是热能 所以能量最后都会变成热能 就全部散失掉了 所以能量是不可以循环的 全部到最后都会变成乱度最大的热能 散失到宇宙当中去 好那这边叫单方向开放式 就是这个意思 它只能流动就散失掉了 那这个第三点 什么叫10%定律 或是10分之1法则 我们的课本上如果出现10分之1定律 建议各位把定律两个字插掉 定律这个词是专用名字不能乱用 这边绝对没有10分之1定律这回事 连我叫它10分之1法则 都有点高估它了 10分之1法则讲的是什么呢 能量转换的效率很糟糕的 比如说我换个颜色说说看 假设你看下面这个图 是不同营养阶层 这个营养阶层是生产者 它第一阶系统太阳能 然后第二阶是初级消费者 第三阶是二级消费者 第四阶假设是最中级最高级消费者 这叫营养阶层 营养物质或能量流动的阶层 叫营养阶层 好假设我们就给它一个数字吧 如果假设太阳辐射能 每单位时间 你看我有写单位时间 每平方公尺 来了1万交耳的能量照过来 好那我们生产 不好意思写更多好了 我不要写我写大 写超大 然后太阳我们的生产者 吸收了1万交耳 这样比较好 因为太阳光并不会全部都被植物吸收掉 好 每平方公尺每年 这个生产者吸收了1万交耳 但他传递给初级消费者 初级消费者只会吸收到 1000交耳每平方公尺每年 而中间呢 会有9000交耳的能量 变热能散失 哇天哪 1万只剩1000 有9000跑掉了 转化效率这么差耶 大约90%的能量 转变成热能 反射散失到太空去了 你们生产用不到了 所以这十分之一法则指的是 能量的转换效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可以往下传递 十分之九会散失掉 同样的 我的初级消费者有一千 到了二级消费者只剩100 因为有900散失掉 那100呢 到了高级消费者只剩10 因为有90散失掉 所以散失的那个比例 大约占了90% 留下10% 所以叫十分之一 法则 只是法则 接近十分之一 但绝对不会十分之一 可能多少呢 百分之十一点五 百分之八点七 第一点 百分之零点零二 都可能有 转换效率这么差 也可能高一点 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它的那个转换的效率 大约百分之十是大约 只是重点不是 那个百分之十的十 是 这个数值好低哦 因为能量的转换效率 本来就不高 很容易就变成热能散失出去 好 所以当你的能量到最后 全部变成热能之后呢 哇 热能全散掉 你会发现 太阳中的光能 全部变热能了 而热能是生物体 无法利用的能量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整个宇宙 能量的流动是单向的 到最后 当宇宙变成最大乱度的时候 这个宇宙要重新毁灭 重新制造 才会出现新的生命 不过这时间要拉得很长 所以各位看不到 宇宙的镜头的 好 以上这是能量的流转 这个概念 好 大家看完能量流转 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怕各位不太了解 所以我故意放了一张这个图 这个图呢 有点复杂 因为它本来不是给学生看的 这是我讲解给老师听的过程的 好 请看上面 这假装就是太阳光的光能 进入到我们的生态系 然后生产者就吸收了 好 生产者呢 吸收完之后 他会输出能量 准备交给下一阶 可是过程当中会有流失 流失 我用那个好了 波浪 哎呀热能流失 比如说植物会行呼吸作用 散失 散失很多热量 有些植物呢 没有被吃掉 就腐烂掉 然后进入到初级消费者 初级消费者呢 会产生排泄物 会有氧呼吸 然后呢 又有输出 准备给下一阶 然后他过程当中 又有一些没被吃掉 所以被分解 然后就交给到 次级消费者 然后次级消费者呢 又会产生排泄物 然后本身又有氧呼吸 然后准备交给下面 好 各位看上面 上面这个上的镜头 画粗粗 画蓝色 这个镜头很大 这个镜头是中的 这个镜头好小 我们可以往下传递的能量 只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十分之一法则 要表达的概念 重点不是那10%这个数字 重点是能量会不断的变少 因为必须符合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代表走能量不变 但可用的能量会变得越少 因为有太多热能散失掉了 好 能量守恒可是热力学重要的定律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在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你看我们能量的流动会从大变中变小 好 那这是能量的想法 能量的观点 它各位又不太总 因为能量是个抽象的东西 我们换个说法 如果今天你有这么多阶的水塔 这第一阶 这第二阶 第三阶 那我有水流进来 这个水流进来 哇 好多哦 流进来之后呢 一部分会流失掉 变成热能散热掉 一部分呢 会流到下一阶来 好 下一阶呢 又有水流失掉了 然后又流到下一阶来 然后最后一阶的又有能量流失掉 各位看这个箭头 我把它画出出 这个箭头大 这个箭头中 这个箭头小 代表我们的能量的传递过程 只会越来越少 因为很多能量都散失成热能了 好 我现在这个比喻 是用水来 水的流动 来比你能量的流动 所以我们就叫它能量的流动 或能量的流转 好 看完这些概念之后 各位可以解释这件事情了 我在前面看文字 为什么各式奈斯的营养阶层 都不可能太多 就是你的食物链 不可能太长 比如说你不可能出现 生产者 初级消费者 二级消费者 三级消费者 四级消费者 五级消费者 二十三级消费者 二十四级消费者 可能吗 不可能 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因为能量不断的流失 你的最高级消费者 能量已经快没有了 所以如果太长 能量都消失到 已经没有能量 没办法供养那个营养阶层了 所以比较厉害的生产系 到五阶到六阶 已经很强了 一般的食物链 不太可能到五阶六阶 因为这样能量 一直不断的消耗 高级消费者 根本没有能量了 以上用这个 能量的流转的性质 能量不断的流失掉 来说明 为什么营养阶层 不可能太多阶